好 行 那既然就说到这范儿了 我就敞开心扉 是这样的呀 其实我 说话你不知道 我近几年来吧 突然不太想上班 不想到单位去了 就一点不想去 特烦 我也不是为什么 就是 就是觉得 到单位没什么意思 日复一日 重复这么一样工作 就烦 不想去 除了有什么特殊案子 我才能去尽尽心 平时就觉得 上班对我是个负担了 可能是也没有那种新鲜感 也不是为什么 我挺苦恼的 我也反思 自从招这个女助理以后 情况变了 就这个女助理 真的人 她特别阳光 特别热情 而且她又很时尚 待人接我 特别得体大方 就你会觉得很舒服 自从来了以后 我突然间我被点燃了 我只是工作热情点燃了 就特别的开心 觉得阳光灿烂每天 工作也有劲了 以前我真是到十一点 以后到中午才赶过去 现在我每天早上 八奶奶准转到单位 工作特别的舒心 通体舒畅 我不仅能理解 我的这种感受啊 觉得自己年轻十多岁 我年轻十多岁都不至于 但至少工作的概念 增加了十倍 当然我没有外面写到啊 知道是个健康的 就是快乐 工作有热情了 电燃了 行吧 你说这些话吧 我觉得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真的 是吧 你们呢并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你看着她高兴 养眼 每天乐意上班了 在家待着无聊了 也不是这个 所以王灵灵就多亲了 行 我知道了这事 我想想 我看看我怎么怎么做 为你做点什么 是吧 还有别的事吗 就知道说这个 那行 那你回去吧 我 我想想 不 我还没说完 我跟你讲 我就是 就最近我突然知道 崩发以后啊 人的这个情绪啊 就这个 行了 行了 你现在不是还聊的是 跟这女孩儿事 你们俩不是没事吗 对 但我还行 就你看着她高兴吗 别的别跟我聊了 打住 打住 我不想听你现在什么状态 米饭 米饭闭闭嘴 不是 你 你听我说 不是 你没在公司干过 你不太懂得 我不想再听你这些事了 都已经没别的事了吗 你在什么状态 跟我没关系 别跟我讲了 我听明白了 咱俩就这样了 我还好些事呢 再见 不送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行了 我想想 这事琢磨琢磨 不是 你 这娘们迷阳脸啊 这娘们迷阳上 就能不能为你 那企举了 这样我就有什么 最后 too 香港人迷阳 我 他 隔大人迷阳 吧 我 忘了 她 有这个 他 那 我 但我实在是不想再麻烦人了 不麻烦 麻烦什么呀 我现在觉得你们俩越来越有默契了 这要领定你突然一走 我估计丈母娘还不适应了呢 我今儿先表个态度啊 反正只要您高兴 您痛快 我怎么着都行 不是 你啥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反正你心里有数就行 好好开情吧 正准备出门了 对对 大概二十来分钟到 咱就在你们楼底下找个什么咖啡馆什么的就行 好不好 好 那行 就这样啊 拜拜 妈 回来了 大夫怎么说的 大夫说没事了 再有一个星期就可以把这板拿下 太好了 那您也不能大意啊 这一礼拜也得注意 别到时候好家伙再复发 她再出什么别的事 您这儿要出去啊 我出去 我去跟您小姑谈谈去 好好好 对对对 你是得跟她好好谈谈了 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闹什么呀 我跟您说金大哥 就我们敏她爸烦人着呢 一天到晚就不让你有个消停时候 我跟你讲 要不看小敏的份上 我才不管他们俩这事 讨厌 我去弄去了 对了 冰箱里有吃的 给你爸做 对了 我们吃过了 吃过了 吃过了 哪吃的 就外面吃了点干啥呢 没事一会儿 别老凑合 家里有饭 我走了 慢点啊 妈 走了 金大哥再见 好了 坐吧 你嬉皮笑脸的看着我干啥 我跟你说点什么 咋还没动静啊 什么动静 不是 爸 你一天到晚这动静还小啊 你瞧前一阵给我忙的 这一天到晚竟忙过你 我什么也不用干了 我是说你跟小米的动静 我俩怎么了 我俩挺好的呀 不是 你俩金婚都小半年了 这天人进口的事 爸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我有数 我这一直抓紧着呢 你别着急 别着急 你不是学这个的吗 你就得比别人快呀 不是 爸我跟你说 这跟我学的专业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有的时候这事 他不以这个人的意志为转意 就我们那老师 当天教我那老师 现在都五十 当现在还没孩子 你们老师的事我也管不着 我就想早点当爷爷 抓紧时间 你行是喜人又逼人的 我说他怎么死活 不开除这丧泥呢 合着这放在身边养眼 都成了上班的动力了 是这意思吧 是 不是 那个 怎么说呢 反正我觉得他们俩 真的是肯定没事 我觉得你应该放一百个心 放一百个心 这老米现在没有这桑尼 他都不上班了 我还放心 不过舒华姐我还是要谢谢你 你要是不告诉我这些啊 我还蒙在鼓里呢 我想好了 我今天回去我就问问他 是这桑尼重要还是我重要 如果他不开除这桑尼 我就跟他离婚 我先走一步 我这马上帮呢 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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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跟你讲 老姓还住在你家里吗 在呢 这个人哪 人贫很坏的 说下话 嗨 再说了 如果他还在你家里住的话 这封城里都会有说闲话的 说什么呀 我闺女是她儿媳妇 是吧 这家就也是她的家 有什么可说的呀 不是 就是我到你家之后 我 我放不开的 不是 您要放开干嘛呀 您这是 他以前自信话 说一说贴心的话 吴老师 我跟您说心里话 咱俩呀 都不能算一代人 我跟您没什么共同意 没什么可聊的啊 咱俩 宋华啊 我跟你讲啊 老姓这种品德呀 他那腿不会好的 怎么样 问了没有 我让你问你办点事 没问 怎么没问呢 你怎么那么费劲 让你办点事 不是 我是想问来着 我这话都到嘴边上了 我就说不出口了 怎么就说不出口了呢 说 说不出口 你说这话我怎么问呢 这我要问深了不合适 对不对 咱都是当儿女的 你说直接这么问 是不太合适 我要问浅了呢 我爸这肯定装傻 老奸俱华 什么都问不出来 反正还暴露了咱们的目的 对不对 但是老婆我觉得你不会是当急者的 通过这几天我的观察呢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我爸跟你妈好像还真有点事 是吧 要么我说呢 那怎么办呢 咱这么办 咱俩不干涉 这绝对是个好办法我跟你说 就不管我爸跟你妈这关系怎么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 咱俩都让他们顺其自然不干涉 你觉得怎么样 他们俩要在一起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咱俩什么关系了 咱俩咱俩还是原来的关系 咱俩关系不变呢 怎么不变呢 变了 更 更亲了 我发现今来你这人就是 我跟你说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那么不正经 我觉得这个咱俩就不干涉他们 咱俩再观察观察 吃饭吃饭吃饭 我跟你讲 这个事必须得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我跟你说一点态度 你再说了半年 能不能说这个所以然 咱俩咱俩绝对绝对不能露啊 咱俩再观察观察 乖 咱俩就 灵灵你听我说 你不能再听王淑华的那山峰点火 他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唯恐天下不乱那人 我多亏了王淑华 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呢 你看着人家洋眼 阳光 我想到他我就恶心 我就想吐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给我句痛快话 你的丧你你是辞还是不辞 你越那么受我还越不能辞 本来没事的 这次显得我心虚了 有事了 辞力无垠了 我最后问你一遍 辞不辞 辞不辞 你把手放下 你把手放下 你在这门道大不老离婚啊 你 你 你怎么不躲呀你啊 我 我的 这 我今天又做虾头真是 干吗呢你 我这 怎么一到吃饭就你积极啊 都没来人呢你干吗 吃一块虾头 不行 来了人都在吃 而且我告诉你啊 这东西不是给你做的今儿 这是给小亮他爸做的 知道吗 这个东西啊 人家说吃这玩意最补该了 对长骨头都好 妈 你现在最疼的不是我了 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我最疼谁啊 除了你还有谁啊 来 金大哥 您瞧瞧 今儿我这一虾两吃做可好了 您别看这虾头里面没有肉啊 这里面我告诉您虾油都有 咋吧完了可别吐 这得厌冷 这东西特别补盖 我 我知道咋没的 你不用照顾我 你多吃点这个青豆 这个对人生的 你别管我 我自己来 尝尝 你吃吧 吃啊吃啊 你不要吃虾头吗 妈给你来一个 饭你这孩子可真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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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话去 姐姐 金大哥您瞧了养闺女有什么用 这还闺女的 这要儿子更完蛋 调量除外啊 喂 王世华你什么意思你 王世华 我怎么了 我着急着你了 你为什么要跑到王琳琳挑拨呀 鼓刀她跟我离婚 你按着什么心 你神经病了 我怎么 我什么时候挑拨了 我好像好意劝劝她 有你这么劝她吗 我把你当自己人 把一个男人 内心最隐秘的那一部分 一点实话告诉你的 你可好 你随时就告诉王琳琳你了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她闹得给我离婚了 是不是你 你很满意 幸灯乐 高兴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一范 你要这么说 我我我我再也不关你的事了 行不行 行行行 我高兴 你们俩离婚我高兴行了吧 高兴都死了了 长不长 我发现你这人真够不可理喻的 我好心好意帮你去劝她 我不是为了你们俩好吗 我这好心到成驴肝肺了 那你以后你甭跟我说你们家事了啊 你以后你少上我们家来 你甭进我们家门 我告诉你 你要赶进我们家门 我我把你打残废了我 我要代理你 我王字倒的鞋 够可以的 气死我了 妈 我跟您说啊 那王字倒过来鞋还是王 这孩子我跟你说 你就知道向着你爸 我告诉你啊 你你你少说我生气 你跟我爸嚷嚷什么呀 怎么了呀 你爸这人最烦人了 我跟 你别跟我说 我懒得听 那行 不跟你说 金大哥 我跟您说 我告诉你啊 米饭这人 您就没见过这么烦人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吧 因为我管的比较严 你知道吧 他呢在男女问题上 还没有过任何事 这人在这方面没毛病 我来说的 这么烦人 我刚才都没见过 他在我跟您说 是我把你给她 他说得好 是怎么办 你也不能扭啊 我应该给你 我跟您说 是他 我替你 他这种东西 能不能受到 要走 我 你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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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跟你妈要真有事啊 我爸绝对不会亏欠你妈的 你给我闭嘴 别老动不动就把你爸跟我妈扯在一块 我妈还没答应嫁给你爸呢 还用答应呢 你没看刚才俩人吃饭在桌子上那亲近劲啊 你吃一个虾头给你来勺豆 这个体贴 这个默契都酸死了 咱俩就时刻准备接触这个现实吧 什么意思啊 你干嘛 接触戴着就是你做的 我的腰啊 别闹别闹 我的腰不行 前进出啊 让你说 丁老师 我问你个问题啊 说 你觉得 你觉得我这么做有意义吗 怎么了你 现在就是想吧 我越来越理解你跟我说的话 搞艺术这一行真不如人干 你知道 我有时候在想 你说我花了钱了 我花了精力了 我怎么就得不到回报呢 我什么回报我都没有 你知道 就我辞职那会儿 我觉得 在离我不远处有一扇门 我怎么就得不到回报呢 我什么回报我都没有 我只要走过去推开这扇门 我就能发现一片 适合我生长的土壤 我能在那儿长成参天大树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发现我 我只要走一步 那门也走一步 我越走 那个门离我越来越远 我摸不到这扇门 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 真的 你最起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呀 你能享受那种追求的快感 我就不一样了 我这人从小就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你就说 报考大学填志愿那会儿 我班团刷刷都填好了 就剩着我 老师急了 说你不会填啊 想干什么你就填什么 我心里话说了 老师我真没想过 我干什么都行 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就无所谓 对 后来信报社工作 每个月能按时发工资 我就挺满图的 大海洋 要是能多发点奖金呢 就更好了 可是小米就特别不一样 她好像跟你挺像的 你们都特想干自己想干的事 不 你说我这样是不是不好啊 挺好的 女人嘛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自己又喜欢 这不好事吗 你知道你这样最适合做什么吗 最适合做什么呀 最适合做什么呀 我不告诉你 讨厌 你快点说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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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话说了一半去呀 不说了不说不说 吓唬呀吓唬呀吓唬呀 吓唬呀吓唬呀 吓唬呀吓唬呀 吓唬呀 疼不疼啊 能不疼吗 别太担心 大不了轻微脑筋脏 这王林林也真是的 君子动口不动手 要动起舞来了 她也配当君子 她不是君子 我以前也王林林嘛 好像也知点数打点理的 真不降临起来 比你妈有过之无不及 老爸 你说归说啊 别扯这老妈 她又没惹你 就是你妈那个嘴扯老婆舌 把我的四番话执行话 全传给王林林了 要不是头能伤吗 能伤成这个样 这老妈不是也也 是好心是吗 就想帮忙 帮倒忙 行了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你看这事也闹这么大了 你打算接下来怎么着啊 我要知道下不怎么办就好了 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离呗 离婚 我又不是没离过 再来一次又何方 老爸 有魄力 好了别委屈了 我看看 有你怎么办 什么魄力 有你怎么欠的 行行行 我安慰你 我安慰你 痛苦 真的很痛苦 真是 小亮 小亮 别在这儿喝茶了 赶紧带你爸进屋 我给你爸洗个澡 这大热的天 你爸多少天没洗澡了 身上多黏呢 多难受啊 我告诉你 我这么一路过闻着都有味了 快去 不 现在洗澡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洗啊 我发现你们年轻人干事 什么都往后拖 先干完了 让你爸舒舒坦坦的多好啊 去去去叫你洗洗吧 不用 我自己洗就行 什么自己洗啊 你回头你自己洗 洗手间那么滑 那条腿也摔裂了 怎么办呢那骨头 听话 赶紧赶紧 带你爸过去快 好好对对对 洗洗洗洗走 爸我陪你去给你洗洗 慢点慢点 拿着拐 对把拐拿着 没事我扶着你你还不放心 我把拐洗了 好 听着你啊 妈 看见没有 老头脸红了 都让你一说了 什么脸红了 我瞧他爸那脸色 什么色都那一个色 就是黑了 干啥呀 脱衣服你洗澡多了 我自己不会脱衣服 我还用你给我拖一下我 赶紧出去 放心 那你自己 快出去吧 我自己能洗 你看你还不好意思 你啥不好意思 我帮你能洗 我做后辈服 我自己还不能脱衣服 这样这样这样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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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能洗吗 行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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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用我呀 妈 我今儿见到老大了 你怎么不问问他什么状况 问这个妈呀 他过他的 我过我的 我管他呢 怎么样 怎么样 你以前不是老隔三差五的 给他打个电话骚扰骚扰他 怎么啦 现在不问啦 我什么时候骚扰他啦 那不是你小吗 这不为你吗 现在你长大了 我还理他干嘛呀 真是 这茶晓亮泡的吧 教教你老公怎么泡茶 弄那么苦 笨 你傻样吧你 太舒服了 你别动 别动 疼啊 不疼 好了 没了 没了 这个 你逃过了 我怎么不长三只耳朵呀 妈呀 再舒服一会儿 行了 快歇会儿吧啊 我给你收拾收拾 咱们四点走 我看还有两个半小时 你可以睡会儿啊 搞吧 坐着陪我聊会儿天 你坐这儿 行 那个东梅 这儿先别打扫了 到下面打扫啊 好 开头 怎么了 他又来找我了 谁呀 我前夫 他要跟我复婚 那太好了 真的 琪琪 我 怎么说呢 我早就想跟你说 女的真不能一个人过 真的 一人过受不了 过去我一直带孩子不绝的 忙得四脚超天的 等孩子一大 我到了五十岁以后 我告诉你 经常晚上一个人在家 我脑子里 原来觉得寂寞这个词 都是书上写的 都是歌词 你知道吗 现在我一个人在家 经常脑子里 呸就蹦出来 真寂寞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小美刚六岁 我跟她爸离了 当时也是到了婚姻的疲劳期了吧 叫 我看着她就烦 我真不想跟她过了 我心说我一日带孩子多轻松 我还少伺候一个人 非要离 我妈我爸 我所有的朋友都不同意 说你干嘛呀 离什么话 我不想 必须得离 不能过了 离完之后没多久 其实我心里就有点后悔了 自个儿带孩子真挺不易的 晚我妈就说我 人家米饭也还一个人呢 又没找人 你就跟她付了呗 本来好好一家 你干嘛非给拆了呀 其实吧 我心里也有点想 但是我就觉着 我已经做了的事 我哪能后悔呀 哪能让人家看笑话呀 我旧部 我过得非常好 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全是这观念啊 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坚决没付 人家就认识王林林了 俩人见面 不到俩月啊 接了 我一下就傻了 你知道吗 把我给难受了 肠子堵得都毁清了 真的 天天苦 他们结婚以后 我大概有一个礼拜吧 没起来床 每天我们家明问我 妈妈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 妈妈重感冒 别进来啊 进来传染你 难受死我了 真的 可不能犯那糊涂 可是我跟你这情况 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 我俩都是公众人物啊 我们俩离婚那会儿 报纸 网上 吵得沸沸扬扬的 人都知道 她跟姨姨女孩跑了 那女孩现在把她甩了 又跟姨导演好了 人家跑了 她找不着人了 她翻手来找我 我才跟她好 丢死人了 这有什么丢人的 你那日子过给自己的 你又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人家倒都不说你了 你天天一人在家待着 你就这么想 全当这世界上 就剩你们俩人了 没别人啊 你愿意不愿意跟她过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就剩我们俩个人呢 你现在生活里 不是也没别人吗 你就全当就你们俩了呗 我生活中还有一个人啊 你生活中还有谁啊 一粉丝 中学老师教英语的 人怎么样 长得挺好的 个子高高的 这好啊 多好啊 她当老师的 每年有寒暑假吧 一到暑假你就拉着她 上嘎纳了 好莱坞 黄金海岸到处玩去啦 还不用带翻译了 她还会英文 是挺好的 我也这么想的 就是 社会地位 我们俩有点 我觉得想这最没用了 什么社会地位呀 今儿看 你们俩有社会地位的差别 过十年呢 你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 真是的 还社会地位 你可想这没用的 你甭管跟谁 跟你前夫也好 跟这粉丝也好 只要你再结婚 你必须得穿上婚纱 两个人必须在婚礼上有个承诺 要不然特不吉利 我就是 我跟米饭 我们俩四菜一汤 猪肉炖粉条 喝 三五个人 一块吃炖饭算完事 不行 这婚纱 老师来电话了 快接吧 我下楼给你收拾 然后睡会儿觉 快接快接 有人挂了 喂 舒华 你还和这种品质不好的人 住在一起呀 很危险的呀 他今天说些话 明天只不定给你 出多大的祸来的 您就想跟我说这个呀 承我记住了 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儿子过几天呀 就从美国回来了 是吗 是的 回来看您哪 那好啊 您让他多陪您说这话 省得您老一人闷的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样了 简梁啊 你放心吧 你爸的脚啊 钱好了 真的 你看姐 这我还看 这骨头范儿全长齐了 是吧 太好了 太好了 行了 行了 叔叔啊 您呀 有刀心点 这人上的岁数啊 这骨质容易疏松 您呀 你有得要注意点 当心 当心 我一定当心 你是不知道啊 这些日子把我折腾稀了 拿醉糟的 那个 就接下来 是不是需要注意点什么 就是不要俱乐欲动 好好在家保养就可以了 好好好 好吧 记住了 爸 记住了 记住了 谢谢 爸 走吧 谢谢你了啊 叔叔 您客气 到会儿得浇点水了 行行行 好 那赶紧舒服逗逗啊 太舒服了 行了 你赶紧回去忙吧 我说你下节 我得给你打着车 我才能走呢 我打什么车呀 这些日子把我别去坏了 这腿好容易好了 我自己溜达溜达 关我商店 快回去吧 那行 那你路上小一点 你过马路 你得看着点车啊 我知道了 你中午别想吃饭吧 我知道 一个是去银行取钱 好 然后是去取衣服到洗衣店 然后我就给您挂在衣橱里呗 好 你放心 这两件事我都办了今天啊 再见 再见 怎么样 怎么样 都好了 抢好了 照片子了吗 照了 医生说恢复的感觉 刚刚的 还假的 真棒 我给你走两步 喝真行 大不留心的 倒霉总 这些日子在你这儿养伤 你受了不少的泪 我从医院出来以后 就直接去了商场 给你买了件礼物 这次是真的在星光天地买的 什么呀 这衣服啊 衣服 挺好看 我回屋试试去啊 好 回头出来穿给您看看 我的妈呀 这事 真够怯的 金大哥 衣服真好看啊 多鲜亮啊 真好看 那你怎么不穿来 让我看看呢 不是 这没洗澡呢 身上黏乎乎的 那个得有场合的时候再穿 那 重大场合的时候再穿呗 金大哥 您看 您这腿也全好了 咱俩庆祝庆祝 喝点小红 庆祝庆祝 大妹子 我已经不喝塞酒好多年了 您管这叫塞酒 真够难听的 我跟您说啊 金大哥 人家说了老年人每天喝一杯红酒 对心脑血管特好 晚上还安眠呢 您以后每天晚上应该来一杯 真的 又不是没钱 以后要学会保养自己 必须的 碰一下 健康 吃豆 是挺好的 大妹子 这个我想问你一件事 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你别生气啊 说呗 恨您可真行 我还生气 你这个人吧 心地善良 人长得也好看 你一点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 显得可年轻了 虽然这个脾气吧不太好 但是呢 金大哥这我可不爱听啊 谁脾气不好 我脾气多好啊 我哪儿不好了我 顶多也就是这两年 薛薇有点更年期 有点挨着急 但也不能算脾气不好 真的 我跟您说 我打小脾气就好 我干嘛我都哼哼哥 从来不生气啊 我不打断您您接着说 虽说脾气有点不好 你说这过一阵子 小亮跟小米赚到钱了 人家年轻人 就会自己买房子搬出去住了 那你就没想过 今后这日子 你打算怎么过呀 跟您说老实话吧 我还真没考虑过 原来啊就是小米 我跟小米她爸离婚时候 米才六岁 刚上小学一年级 您想想 离了婚 我一人一天到晚 跟打仗似的弄这么一孩子 大冬天的我天不亮就得起床 把她叫起来洗衣霜 换衣服穿衣服的 收拾完了吃完早点 好不然你把她送到学校去 我马上就给她奔菜市场 买菜买东西 回来就是收拾屋子 然后一直到四点多钟 把她接回来再来晚饭 看上她做作业 一直到晚上九点半十点的样子 关门说睡觉了啊 乖听话拜拜 这才关上门 我这才有一会儿安静时候 我一人在客厅看会儿电视 累得不行了 第二天天不亮还得起呢 就这么过了多少年您算了 从小学一年级 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觉得我就 从来都没空想自己的事 也就是前一段吧 她刚跟小亮结了婚了 这搬到您那儿去住了 突然剩我一人了 这么大一房子 我天天在屋子待着 我都想这可完了 我这过的什么日子 我每天干嘛呀 我都不知道干嘛 老在这屋子当中来回溜达 我觉得我好像记性也没了 我刚才要干嘛 反正去神宁了都 我想这可不行 我必须得干点事 所以才找得起起又找份工作 您想说 往前走一步 您是不是想问这意思 我愿意不愿意再成个家 我可没想过 这么些年一个人也过惯了 过独了 什么人也觉得挺难接受的 真的 我觉得一般 单身母亲带着孩子 好像注意力全都在孩子身上 一般都 除了孩子大的啊 一般都不结婚 不像男的 真的 你比如说您吧 金娜哥 您好害俩孩子 您怎么熬我那日子 您就一直 没个女朋友之类的 要说有吧 也不算 要说没有吧 还真有 是吧 那个 我们矿上啊 有一个女的 年龄跟你差不多 但是看着比你老 但是还挺耐看的 人吧 就是心肠特别好 那个时候 我不是一个人 带着两个孩子吗 挺困难的 他在我们矿上呢 大练工 他挺同情我 可怜我的 我那个时候在矿上 不还当个领导吗 工长 复古级干部算 有时候我加班忙 然后他就经常帮我 照顾我小亮跟他姐姐 孩子睡觉害怕 他就过来陪陪孩子 我挺感激的 那你干吗不把人给娶了呀 人家有家 我不说了吗 他有丈夫吗 常年得病吗 前半个月 给我发了个信息 说他丈夫走了 这么多年吧 其实也没有更多的联系 就是过年过节了 互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他姓李 叫李曼玉 张曼玉他妹妹 不是 他是独美人 开玩笑 您瞧 您瞧瞧咱俩人命 来 碰一杯 祝咱俩幸福 咱俩都不幸自个儿幸了 改心 此次 主兵 这世事 这样子 看不掉 有什么也可以 扔lingt 脸 垂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